重庆副市长王立军逃亡美国领事馆寻求庇护 爆出了薄熙来、周永康等中共高层的贪腐和权斗黑幕 这一国际丑闻延烧到江泽民派系 近来中共各派系不断在海内外媒体放风表态 外界分析认为处置薄熙来 促使胡锦涛团派与江派对决 将使18大权位分配重新洗牌 胡锦涛2月20号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讨论政府工作报告 香港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 薄熙来20号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 就王立军事件提出请辞 不过 重庆市委宣传部发言人否认薄熙来请辞 表示薄熙来当天仍有上班 原香港文汇报驻东北办事处主任江维平20号指出 外界普遍认为薄熙来进军18大常委的美梦已破碎 而中南海还没有对薄熙来的处置达成共识 王立军事件发生后 海外媒体和网络各种真假消息满天飞 另有消息说薄熙来会调任全国人大的工作委员会主任 然后再免去重庆市委书记的职务 这个消息与江系多维网近期的放风相似 江维平认为也有一种可能是基于形势和维稳的考虑 暂时先安排一个闲职安抚薄熙来一段时间 等薄熙来的府邸被抽新之后 再用滚开的热水煮他 让他坐牢也有足够的证据 中国事务杂志主编武凡表示 薄熙来手握江泽民、周永康等江派的黑材料 不排除胡温让薄熙来揭发作为打击江派的罪证 与此同时中共各派系纷纷表态 人民日报17号刊文促请胡锦涛处置薄熙来 温家宝日前表示 任期最后一年能做的事绝不拖延 新华网19号发表中纪委书记贺国强的讲话说 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的治理 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外界分析 新华网此时发表贺国强在1月8号的讲话 表明了他对处置薄熙来的态度 贺国强被认为是江系和李鹏派系的人马 曾任重庆市委书记 他在重庆的亲信遭到薄熙来的整肃 而重庆日报19号刊登了邓小平之女邓林的专访 借用邓林的话强调改革开放不能变 江维平指出薄熙来不仅演练了二次文革 而且全面否定了改革开放的路线 如果胡温洗礼不能顺应民意与历史潮流 对薄熙来和王立军绳之以法将一患无穷 新唐人记者长春李元翰肖炎采访报道